这是一根人的腿骨 医生们正在刮除上面的肿瘤 等清理干净后 再把这根骨头放回患者的体内 等待他慢慢愈合 你可能觉得很残忍 但这还算幸运的 另一位11岁的骨肿瘤患者安仔 没有这样的机会 附着肿瘤的左臂 被直接切掉了 此时他开心地握着刚做好的手 以为等到化疗一结束 就可以像其他同学一样 去学校上课 但他不知道的是 肿瘤已经转移到了肺部 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此时安仔有多乐观 妈妈的心就有多痛 安仔妈妈说完 抹去眼泪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从期盼儿子成绩优异 身体健康 到最后少吃垃圾食品 现在的他 只希望儿子能够活着 安仔家的墙上 贴着蜘蛛侠 拍照片喜欢摆出 奥特曼的经典姿势 不难看出他的心里 住着一位小英雄 确诊古矮的那天 他还特意给 关心他的同学们 拍了一张照片 安慰他们自己 很快就会回去 曾经是群聊中 开心过的安仔 在结之后 习惯性把左边的袖子 捏得鼓起来 插进兜里 走路时 站在妈妈的右边 坐公交时 左边的身子 靠近窗外 而小小年纪的他 似乎明白 残余的力量 总比绝望更多 他很快振作起来 学会了单手打游戏 学会了用双脚剪指甲 医院的元旦迎新活动 他也想去参加 因为他想扮演 和他一样 失去左臂的英雄 红发香可思 但前提是 必须要做完一场手术 医生对安仔 使用了副作用巨大的靶相药 肿瘤被缩小了 但代价是 伤口没法愈合 肺漏气产生了气泡 医生只能在他的胸口开一刀 插进一根管子 排出胸膜里的空气 整个过程 安仔一声不吭 硬生生地扛下了剧痛 因为对于现在的安仔来说 这可能是他唯一上台表演的机会 所以他不想错过 往我这边转 好 勇敢 好嘞 放松 眼睛不看 好棒的 紧张你就转紧阿姨的手 对 放松 放松啊 马上就好了 我们可以防得飙冰 活动开始前 安仔让护士帮他夹住了 肺部的管子 走出了医院 终于说出了准备已久的台词 大家好 我叫蔡学安 今年11岁 2017我遗憾的是 得了骨肉瘤 然后结了枝 我的愿望是 装上甲子 然后静静堂堂地 回到学校读书 如果还有家伙没有闹够的话 来吧 让我们来奉陪吧 尽管安仔积极配合治疗 承受着这个年龄不该承受之痛 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往往都很轻 还没等过完年 他的双肺肿瘤持续恶化 被紧急送往医院 这一次安仔终究是扛不住了 那一年 过年我都没有熬过 我哪里都去不了 我只是在家里 我摇我的东西 我真的已经是几岁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在一边待了 我真的想出去走 他不是要玩 我求救你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他 defeating你了 我求求你了 一声 我只要求你了 在妈妈的陪伴下 安宅平静地离开了这个残酷的世界 为了让儿子的坚强没有白费 父母决定捐献出她的眼角膜 陈姥姥 陈姥姥对不起你了 陈姥姥不想牵你三次去世 感谢他为拯救他人 以及为我过器官捐献事业 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安宅在最后的时光 总是拿着手机盯着自己的眼睛看 此时的她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看自己的眼睛 也许是她把最后的一点运气 都藏在了眼睛里 而这对眼角膜 让一个三岁时失明的孩子 在经历了四年的黑暗后 重见光明 你看生命的延续方式 并不止繁殖一种 这回也终于有人陪她出去走走 一起去看外面的世界了 心疯 used what 这当然外国小乐子 提供的人家